很多学员都问我 是不是画好、画美就能成为一位专业的绘师 其实专业绘师除了绘工之外 最需要一个能说故事、能编织情境的能力 简单说就是从构图开始就出现了故事的张力 我是铅笔星 因为热爱动漫 靠自学成为专业的日系动漫绘师 一个美术设计师 该如何把故事的情境化解成图像元素 来设计整个图像的气氛 这堂课 我将把专业绘师商业构图的核心能力一次教你 课程将设计为构图、上色、背景三大部分 构图上 一张商会主图一定是某个画面冻结的时刻 我将教你如何处理精致的人物与鲜活的肢体构图 接着是上色的处理技巧 怎样配色又干净又吸睛 而阴影设计尝试会试的挑战之一 我也将分享处理阴影的诀窍与设计方法 之后搭配人物的场景 背景该如何处理能又快又好 特殊材质的像是金鱼剔透的玻璃 水珠怎么处理 商业构图不再只是美感练习而已 还需要更多精致的设计 这堂课希望帮助大家在学习之路上更顺利 也为自己创造机会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画吧